这些预处理完了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说 现在这个输入数据已经达标了 输入数据达标之后 咱们接下来就要进行一次前向传播了吧 等于咱们的全剪辑网络 然后呢有这样一个函数啊 叫做 我想一下怎么写了 叫做一个 Forward 应该是一个Forward奥 一个FORWARD Forward奥就是说 我们进行一次前向传播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传进来一些东西啊 就是咱们的data 是等于什么的 咱们的data啊 就是先给它转换成一个 Numpi-Ircq-Ray的格式 Numpi-Ircq-Ray的格式 在这里啊 就是把咱们的transformer 刚才不是进行了一系列变化吗 我们transformer给它定义好 然后让它去处理一下 PerProcess PRE P-O P-R-E 我现在怎么拼的 P-R-O-C-E-S S啊 应该没拼错 咱们的预处理 然后呢 预处理什么啊 预处理咱们的data吧 我们把什么的data处理了 把这个imagine吧 就是咱们刚才读进来的 这个东西啊 其实呢 这个操作 我应该写一个回车 应该空开了 这些操作啊 就是说 我先把这个transformer 该进行什么样操作 定义好 然后呢 这行代码啊 在这一块 出入数据的时候 咱们是在用这个transformer 对咱们又读进来的 这个scale变化完的数据啊 又进行了一系列预处理 那么现在这个out 就是咱们得出来的一个概率值了啊 还是啊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out是什么意思吧 这个out啊 其实并不难理解 就是说 原始的输入数据 假设说是个这样样子的 然后呢 它不是经过了一个卷积神经网络吗 最终它是不是得到了一些特征图啊 我们可以现在是一个全卷积吧 卷积当中 比方说 最后咱们就得到了一个 5x5大小的特征图吧 这个特征图当中的每一个点 相当于什么 特征图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点组成的 那么这些点相当于什么 这些点 它是不是相当于原始图像当中的一个区域啊 大家这点应该明白吧 在咱们的原理课堂上 也是给大家讲过了 卷积图上的一个点 其实是相当于原始输入的一个区域的 那么这个output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得到的这个out值啊 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 得到的这个out值啊 就是说 我们现在经过了一次前向传播 我们想拿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最后一层卷积的结果 咱们去映射回去 看一看 在最终的这个特征图 或者说这个点 相当于原始图像当中的多大的一个区域 这么一个大的区域呢 我们就说 它属于人脸的一个概率值 是有多大的 咱们一次前向传播啊 咱们就要完成这样一个事 对于咱们最终的结果当中的一个点 它是相当于一个区域 那么一个滑动窗口的意思呢 就是说 现在啊 咱们是不是把原始的图像上 划了很多个窗口啊 这是一个窗口 这又是 哎呀 画也不好 所有的窗口应该都是 固定都是一样大小的 我重画一个 这是第一个窗口 然后呢 这是第二个窗口 两个窗口大小是一样的 这是第三个窗口 对于这个 一二三三个窗口啊 咱们都可以去得出来 它的一个人脸的概率值 是多大的吧 比方说 对于第一个窗口来说 我得到人脸的概率值 是等于0.6的 第二窗口我得到 它等于人脸的概率值 是等于0.8的 第三个窗口呢 我得到人脸的概率值 是等于0.95的 咱们可以对每一个窗口啊 都去得到一个 它属于人脸的一个概率值吧 那么咱们一次前向穿过的目的啊 就是说 我希望现在得到的是一个 所有区域 它属于人脸的一个概率值 所有的窗口啊 咱们是滑动窗口吗 每一个窗口是 是不是属于人脸 都有这样一个概率值 所以说我先进行一次前向传播 进行完前向传播之后呢 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些box拿出来了 这些人脸是等于什么 等于咱们前向传播的 这块其实我应该再写 再另几个几个函数来写 咱们这块再写另外一个函数吧 我们先 先把这块空出来 因为这块呢 咱们需要另外一个函数来去解决 呃 我先这样写吧 我先把它的一个结果写出来 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我的一个结果是不是说 我最终要的一个概率值啊 我们在 大家望美望 在咱们的一个网络配置图当中啊 最终咱们要输出来 它的一个属于人脸的一个概率值 是哪多少的吧 所以说 我想把这个东西啊 给它输进来 这样写一个01 这个01啊 就是 我们一看啊 就是说 在这个 它这里边呢 其实啊 就是说 首先它是检测一个类别吧 就是当前的这个图像 0这个0的意思呢 就是说 检测咱们的一个图像 后面这个1呢 就是说代表着它属于人脸的一个概率值 咱们要把这个东西啊 给它拿出来 就是说 拿的是一个概率值 好 这个东西啊 咱们先给它注视掉 然后我写这样一个函数 有了 咱们现在就假设啊 咱们现在已经是把所有的一个窗口 咱们不是滑动窗口吗 这些窗口啊 所有的概率值 我都给它拿到手了 都给它拿到手之后呢 我要写这样一个函数 就把它的一个窗口 给它固化下来 Generate Generate Bounding Box 就是咱们的一个窗口 B-O-U-N D-I-N-G Bounding Box 这里边传什么呢 这里边啊 其实就是传的一个 咱们也可以给它叫做一个热度图 就是 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了这样一个 不是说最后的一个卷积的一个结果吗 这个特征图吗 特征图当中每一个点 它都相当于一个概率吧 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概率 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概率 咱们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热度图 就是一个feature map 咱们给它传进来 F-E-A-T-U-R-E 一个feature map 然后呢 还要把这个Skyl传进来 Skyl一会儿用来干什么呢 咱们一会儿再说啊 首先啊 我先定一个Bounding Box 它是等于一个List 然后呢 一会儿咱们就往这个Bounding Boss里啊 去传东西 这里啊 先定一个Stride Stride等于多少呢 咱们先让它等于32 等于32 你是怎么样算出来的 Stride什么意思啊 咱们先来说 就是说咱们这个 一会儿是不是说 咱们要把这个点进行映射啊 这个点相当于原始的一个区域吧 那么这个点相当于 这个区域的一个左上角坐标 这个区域它都是一个27x27的没毛病吧 但是呢 它这个起始位置 咱们需要找出来吧 比方说 这又有一个框 它的一个起始位置是多少 这块又有一个框 它们虽然都是27的 但是我需要知道 它的一个起始位置 才能把这个人脸框找出来吧 在这里怎么去找这个起始位置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 我们来看这块 我来重写一下吧 咱们的这个模型啊 一会儿咱们复习的时候 再去写吧 我现在就不给大家去写这个东西 一会儿咱们再复习一遍 然后从头到尾 我再给大家写一遍 咱们先说这样一个事啊 就是这个 这个Strade等于32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么对于这个Strade 它其实大家可以这么看哦 一开始我的一个图像 比方说经过了一个卷积之后 它是不是 比方说啊 我们的一个转机 它的一个Strade 它是等于5的 相当于呢 它是第一次 每次会移动5个单元格吧 那么咱们又经过了一个卷积 比方说我又经过了一个卷积 它是 它的一个Strade 它是S是等于2的 那么经过完两层卷积之后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第二层卷积 是不是在第一层卷积的基础上 你再去划两个格啊 那在第一层的卷积上 去划两个格 是不是相当于在原始的一个图像上 划了一个5乘以2 等于10个格啊 希望大家先明白这样一个意思 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Strade 是一个累成的操作 比如说呢 第一次你划了一个5乘5的 划了一个Strade等于5 第二次呢 你划了一个Strade等于2 那么第二次划完之后 是不是第二次划完之后 就相当于在原始图上 划了一个5乘以2 划了一个10这样一个区域啊 那么咱们来看 对于这个Alex9来说呢 它的每一步都有Strade吧 咱们怎么样算最终的一个不成啊 就是说最终它划了多远啊 最终划了多远 咱们只需要把这些Strade 累成在一起就行了 比方说 4乘上2等于8 然后我们再看哪有Strade 8乘上2等于16 然后看还有哪有Strade 16再乘上2等于32吧 后来没有Strade吧 也就是说呢 这里啊 咱们的这个Strade等于32 是怎么来的 是通过一个累成成出来的 每一次咱们都需要划一小格 那么再在咱们一个特成统上 划一小格 就相当于是一个累成的操作了 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Strade 把这个左上角和左上角坐标 给它找出来 然后呢 一个Size Size就是咱们的一个检测的窗口吧 这个大小是不会变的 它永远是等于这个227的 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滑动窗口吧 这个窗口是有多大的 因为咱们训练的时候 就是一个227乘227的嘛 所以说 咱们实际当中用的时候啊 它也是一个227 这个Size它是不会变的 然后呢 我需要写这样一个循环了 Full一个XY 然后还有一个咱们的一个概率值吧 PROB这个概率值 咱们因咱们的一个 我把它进行一个组合 就是Numpi的一个函数 ND 我进行一个枚举吧 ND 然后我想想这个枚举怎么拼的 E-N-U-M-E-R-A-T 我这个英文啊 也是看的时候还行 然后一道用笔去写的时候啊 就一个单词啊 你能会读 然后能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写的时候啊 就特别费劲了 然后咱们要把这个feature map传进来啊 feature map里吧 其实包含了很多东西啊 它包含了一个XY的一个坐标 以及呢 它的一个是不是人脸的一个概率值 在这里啊 咱们就要进行一个循环了 我需要看一下 如果说当前它是人脸的一个概率值 大于了我的一个预值 比方说大于0295吧 大于多少呢 这个预值啊 其实大家可以自己指定 你指定0295也可以 指定028也可以啊 你需要自己衡量一个标准 如果说它是大于0.95的 我就把当前的这个box存进来 只不过说存的时候啊 咱们要进行一些操作了 咱们来想一想 存的时候 咱们现在是不是一个 Skyl完的一个图像啊 Skyl完的图像 首先来说 我给 我得给它反变换回去吧 比方说 一开始我给你放大了两倍 那是不是接下来 我就给你 给你把这个框再缩小两倍 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脸啊 咱们要把这个Skyl给它反变换回去 还有呢就是说对于坐标来说啊 咱们还需要把它的坐标也进行一个变换吧 嗯就是说 现在咱们需要找的是一个 它在原始图像上的一个坐标 而不是在特征图上的一个点 现在的这个Sky相当于什么 这个Sky相当于是 咱们最终的一个结果 这样一个特征图吧 在特征图上的一个坐标啊 咱们需要把特征图的坐标 转换成一个真实的 比方说这个区域的左上角 真实区域上的一个人脸坐标 咱们还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操作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需要把这些坐标啊 都给它写进去 首先啊 咱们就得用这个Strad 乘上咱们的一个Y和X吧 我们先写这个Y坐标吧 Strad先乘上一个Y 然后呢 我为了让咱们的类型啊 不出现一些问题 我现在给它进行一个 Flow的类型转换 这是啊 咱们的一个Strad乘Y Strad乘上Y之后啊 它还没有完 左上角坐标 咱们因为做了一个Sky变换吗 所以说我还要给它 Sky变换回去吧 做这样一个反变换 这就是一个左上角Y的坐标 那么对于X坐标来说啊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还是复制一下 直播出版这里 Sky变上X 给它映射到原始 区域上的一个左上角 X坐标 再除上一个Scale 就等于一个 它的一个起始点坐标 那么这个啊 就是一个左上角X和Y 然后呢 咱们要写一个右下角吧 对于右下角来说 咱来写 对于右下角来说 其实呢 它就等于左上角的 然后再加上一个Size吧 就是说 因为它的一个窗口大小 都是一个27乘以27的嘛 所以说咱们在这里呢 只需要再加上一个Size就可以了 加上一个Size 然后想想加上一个Size之后 我们还是需要给它进行一个反变换回去吧 所以说啊 在这里我还需要再写一个括号 我再加上一个括号 然后它同样也是需要再除以这样一个Sky变换的 这个就是对于咱们右下角的坐标 那么对于Y来说是这样 对于X来说 其实啊 也是这样吧 咱们还是要进行一个Sky变换 然后呢 再一个括号 那么现在啊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 现在啊 咱们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变换的操作 这里我还想再存一个东西啊 我想把它的概率值也存进去啊 一会儿咱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概率值来去玩点东西啊 这个东西啊 其实存不存都可以 大家可以自己去定啊 就是说 在咱们的Boss里边呢 咱们可以存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到时候啊 你用什么信息 你再去取什么信息 不就完事了吗 现在咱们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Box的选择啊 那么最后 咱们复循环便利完之后 咱们再return这个BoundingBox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呢 咱们就已经把这个 现在就是已经把这个 所有的 所有的一些试证点的 我们看怎么样判断试证点 在这判断了一下它的概率值吧 如果说概率值是大于95 它就是一个人点吧 它是人点 我就给它放到这个报告子里边 只不过说呢 放的时候啊 咱们做了一些反变换 咱们先需要找到它的左上角坐标 基于这个strad 因为咱们是一点点滑动的嘛 等于这样一个不长的累成吧 等于这样的32 然后呢 它乘上Y乘上X 得到一个左上角坐标 再除上这样一个sky 进行一个反变换 那么右下角呢 直接就是左上角坐标 再加上一个227就可以了吧 现在咱们就得到了 这样的一个bonding box 有了bonding box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再去往下玩了 在咱们的主函数里边 咱们再去写 咱们的主函数里边